嗨 大家好 我是金宝 天天被你们催更催更 我都不知道拍些什么了 因为在学校嘛 是隔一天更新 隔一天更新 也没有太好的题材 我发现有小伙伴 在我的评论下方留言说 想看金宝小时候的照片 我小时候真的特别丑 我都不好意思给你们看 算了 还是满足那位小粉丝的心愿吧 给你们看一下 看 这个是你吗 对 大家看一下像吗 像镜宝吗 来 镜机里的看一下 眼睛好小 还眯着了 对 而且我的眉毛不太显 而且我的这个手 像鸡爪子一样 太瘦了 是不是 对 小时候才多重呀 两千八百四十克 两千八百四十克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是多重吗 我知道 要不我把大家给你们说了吧 不能说 让他们自己猜吧 行 还有吗 还有 接下来呢就是我这种的照片 这种秃头照片 秃头照片 小时候里的小光头是吧 对 这个时候看着金宝很胖 但是实际上他还是非常的瘦 对 因为我最老老给我做的衣服 里面塞的棉花毒还要凳着 真的是姥姥缝的衣服是吧 对 好丑呀 丑吗 不丑 感觉这些张就挺可爱的 就这张丑点 就出生的时候丑一点是吧 对 然后这张 这张宝贝 这张 这张是金宝两岁多时候照的 胖嘟嘟的小脸 好可爱呀 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拍的 你记得吗 记得在蓝天幼儿园 对 在幼儿园去表演节目时候 金宝表演的是什么 给大家说一下 走秀吧 对呀 是老师做的那个垃圾袋的衣服 记不记得 嗯 记得 那时候忘记留照片了 在姥姥家嘞 有吗 有 在姥姥家 然后呢 我看我跟那儿 穿着一个垃圾袋 跟那儿走路嘞 走来走去是吧 对 还有吗 还有呀 还有这张 这两张是吧 六岁都照的照片 这是上大班的时候照的吧 那时候妈妈就回来了 是不是 五六岁的时候照的 嗯 上大班 然后老师让做那个印图 就是校园的圆服 要印到衣服上的 对不对 对 那件衣服我们好像都找不到了吧 我的感觉 嗯 上边的东西 上边的这个也都掉了 很可爱 你看 很漂亮这两张 不知道 不知道我是怎么笑出来的 好看不 我觉得很好看是不是 嗯 很可爱 然后 我们来看我的这个 妈妈 小时候给我做的那个相册 呀 这咋 怎么坏掉了 这咋坏了 时间太久了吧 可能 你看你看这儿就发黄了 摸着还有那个印儿 肯定了呀 十年了 你想一想 妈 你看这儿咋了 就是呀 这是怎么回事呀 被老鼠啃了吗 是啊 看这边有没有 这边也有一点是吧 对 这边也有一点 没关系 那我们先看照片吧 这个是我一岁的时候照的 嗯 这个是属于那个艺术照是吧 艺术写真的那种 艺术写真照 很会摆pose呀 看镜宝 大家看一下镜宝 很会摆pose 看到没 这张掐着腰 这张也是掐着腰 趴在那 然后这个是像妈妈 飞奔而来的那种感觉 看看这个 很可爱 是不是 对 这张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角一角的 柔柔 其实那个时候并不胖呀 我感觉挺胖的 因为我看着这照片 这小胳膊麻了 还顶着我的胳膊 有那么夸张吗 对 这个是七彩棒棒糖 这个更像小男生 穿个小裙子的感觉 是不是 这个头发 这个头发 小时候 都是你这个短头发 相信屏幕前的 很多小伙伴们也一样 也像你一样 小时候都会留短发 知道吧 嗯 这个是薰衣草 还有就是我们的全家服了 看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非常的胖 是不是 嗯 而且招的不好看 是吧 I am a beautiful baby 我是一个漂亮宝贝 Ander就是天使的意思 对 好了 我的这个已经给大家看完了 大家觉得 我的这套 这个照 写真照片好看吗 你有没有这样的照片呢 别忘了在成本下方留言哦 拜拜 我们下视频再见 再见